列威 上回说我前一阵修个病假 在凤凰干了这么多年 到里下出一身心脏病 所以这配案要看赶紧看 看一回少一回了 这一病啊 我觉得啊 心明白很多事 好像啊 进了一个跟你以往不一样的世界 比方说啊 我体会在你这个身体啊 极度虚弱的时候 你才明白 原来这个说话呀 是要废气力的 我想试试 我能不能这个主持节目 真的是就觉得 多说一句话 这个心呢就要从这个枪子里蹦出来 所以闭住嘴 不说话 说我不说话 我听这嘉宾说行吗 我听闻道说 我就发现啊 当你特别虚弱的时候啊 听你都觉得累 就是你你集中去听去理解一个人说的话 哪怕你自己不吭声 你都觉得心慌 你想 这个设施 咱们这个体温啊 你提高一度 你就壮志消磨呀 提高两度 你就英雄气短了 提高三度 色胆都没了 比如说 我这个看书 看报纸 怎么都看不进去 后来才知道 这个心跳 比平常 快了十下 快了十下 你就不能集中 去看完一段文字 你看这个人体啊 他就是这么样的精密一个系统 可是又是那么样那么样的脆弱 这就是所谓佛说呀 这个人生这个几大苦啊 生老病死啊 这个病苦啊 因病而起的这个这个苦啊 简直是那那那那那那是人生的 我觉得一个根本的绝境 多少人 多少家 就因为一个病 真能弄得你是家破人亡 而且说呀 这个病苦啊 可以到惨绝人伦的这个程度 这您就知道 我说什么了 刚刚不是判了一个妈妈 广东东莞那边 这个妈妈 故意杀人罪 杀的谁 他生生活淹死了自己亲生的一对双胞胎的孩子 脑瘫 他这对孩子就脑瘫 那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现在是判他有期徒刑五年 为什么 很多人觉得这样杀自己亲生孩子的妈妈 但是很多人同情这个妈妈 今天说说这个案子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现在可以谈到这些人物悲剧的背后 也反应出了 说我社会救济 下面有你做最后的情绪 当你故意杀人罪 追究其喜事责任 在这里只能够说对不起 东莞这苦妈 韩群凤 怎么杀自己这双胞胎孩子的 他有一邻居啊 这邻居夜里老失眠 所以这邻居平常不就吃安眠药吗 这邻居说呀 就在杀孩子的前一天 就是这是2010年11月份的事 就杀孩子前一天 这个韩群凤就找他 说哎呦我也睡不着 给我借这个安眠药 好这阿巧就借了两片啊 这个这个哎呀 我这个睡眠特别差 哎你你多给我点 最后这阿巧自个也没 就给了他十几片安眠药 然后呢呃这个韩群凤就出去买东西 买了什么东西 老鼠药 农药 新的睡衣 还有送孩子上路的酒 黄酒买了 然后呢 那天夜里杀孩子那天夜里 他还给这提前给他老公啊 发一个短信 说啊这个今天晚上 我呀陪着两个宝宝睡觉 你回来呢 别打搅 韩群凤把准备的毒药倒进杯子里 扔掉了原先的瓶子和包装 另外他后来承认 给丈夫发短信 也是为了不要让自己的计划被破坏 那你接下来在家里做了些什么事 因为我那时候头脑都不太清晰 一直都不知道怎样怎么办 真是让人这个心里啊 这叫难受 你说要不是脑瘫 这个早产儿啊 这是多么的幸福 双胞胎 俩男孩 两个儿子 13岁 你这这这这哥一般人家 哎呀 这这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这个快乐 可是 韩群凤 对他这个亲妈来说 他就得弄死这俩孩子 他后来讲啊 他说我为什么买这些个东西啊 酒啊 什么就安眠药啊 然后呢 怎么又把孩子给溺亡了 就就是淹死呢 他说我也是想让孩子啊 走的没痛苦 安详一点 就先让孩子啊 睡着了 然后再把孩子弄死 他说他怎么干呢 他说我买那个农药啊 那个老鼠药 不是给孩子吃的 我也不想活了 我准备弄死俩孩子 所以说有些个母亲呢 就是特别就觉得 就说自己好像可以主宰 孩子的命 在香港也出现过 类似这样的叫伦长惨案嘛 就这母亲出于某种原因 先把几个孩子弄死 然后呢 自己再自杀 在这个母亲 韩群凤开始也是打这主意 就说老鼠要农药 我是准备留着 给我自个儿吃的 说在就是去年 11月20号 惨案发生的夜里嘛 他先给两个13岁的这个儿子 喂这个安眠药 喂他们吃 干这事啊 他自个儿也哆嗦 韩群凤这个人呢 平常喝杯啤酒都头晕的 他买黄酒啊 先给他自个儿 那天还灌了几口黄酒 他说是壮胆 壮胆 那是你说这个自己的亲孩子 就是喂安眠药 喂个俩孩子 然后呢 为了让孩子这个睡过去啊 喂安眠药的时候 也给孩子 喂了黄酒 这是他这两个亲生双胞胎的儿子 13岁 这个短暂人生 头一回喝酒 也是最后一回啊 两孩子安眠药 黄酒 睡过去 睡过去之后 我觉得真是 就这个韩群凤 怎么能够下得去这个手 先弄出一个儿子 把这个脑袋 按在浴缸里 儿子就猛扑腾啊 这这挣扎呀 他就这个母亲 真能就狠心到 这个就是 摁的孩子身子不动他了 然后又同样的 把另一个儿子 也这样生生的溺死 他说他本来啊 也是不想活了 你刚才说到 你给你的两名儿子 服了安眠药 是吧 他们服了安眠药以后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在那个浴缸 放了一点 放了一些水 把小孩抱到浴缸里 就是按 把他的头按了 按在上面 不动的时候 我就抱回来 接下来你自己呢 连种农药都喝下来 跟着陪他们 睡在同一个床上 这韩群凤 三十七八岁 这一对双胞胎 男孩 十三岁 这十三年 怎么过来的 他当时生下这一对双胞胎 你说这个多可怜 就闹个脑瘫 脑瘫 这俩孩子就是懵懵懂懂 痴痴呆呆 就这么一个样子 为什么说这个这个病呢 我就说你能心明白很多事 有没有人家里这个伺候过病人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法聊这个生活质量 什么幸福这件事 好比说 如果你伺候过某种病人 你就会明白 你能自己大小便 你就叫幸福 如果你伺候过某种病人 你就知道 你一天三顿饭 能自个儿吃 会嚼会咽 那你太幸福了 那很多这种 你比如脑子出了毛病的 这个病人 躺在床上 你这怎么吃 他鼻子从这个管子 从鼻子里插到这个胃里 然后你这个陪护的家里人 那可费了劳劲了 你要给他搭配营养 然后把所有吃的东西 都必须打成这个流体液体 用这么大一注射管 给他鼻子打进去 你要担心营养问题 那个时候医生才会告诉你 自己会嚼会咽 吃下去的东西 这个营养和你每天打点汤水进去 说你这个营养不够 跟不上 这个简直是 这是一门科学 所以你就想见 你要照顾 长期的照顾 某种病人 为什么经常就是说 家里一个病人 足能拖垮一家人 就是这个道理 那咱再说回这个韩群凤 他这个双胞胎的脑瘫儿 这个韩群凤 这还得是说是个好母亲 至少是曾经 生下这对孩子之后 他就曾经发愿 说我不惜一切代价 我要这俩孩子 我要把这两个孩子 抚养成人 我要让他们康复 说十几年没有中断过 这个康复治疗 而且呢 就是还有这么一细节 我可以跟您念的念的 当时有人劝呢 就是你还年轻了 你可以再生一个 韩群凤跟他老公啊 就是不要 这母亲说呀 说我不再生 我就养我这俩孩 因为我要再生一个啊 可能会对这两个孩子不好 你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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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母亲的这这这这 这一颗苦心呢 那就十几年康复 康复这个治疗没中断过 到后来据说这俩孩子 恢复的效果比预期要好 搀扶着啊 能够这个走路 那么你说 为什么到十三年后 这个好母亲 又能亲手 溺死自己的孩子呢 就说这些事了 我都不 我都不知 为什么会这样的 如果人好好的 过多年来都对姑娘 我最不力不弃的 但是就是因为两个呢 就是连 十几岁了 连治疗都没有 已经连去洗手间 那些都要 都要去父母的咯